愛情小老師 愛情小老師 嗨大家好 我是劉仁總理書 嗨 我今天是你們的愛情小老師 我應該可以講愛情的話題吧 應該吧 我以後都會是這個造型喔 因為粉絲說我很像幼稚園老師 然後以後都戴眼鏡跟拿這個膠柄 跟你們閒聊 這是我在環球營前買的 魔杖 好的 今天就要來講愛情 那上課的準則是什麼呢 就是聽到喜歡的自行吸收 不喜歡的就怎麼樣 讓耳邊瘋 上課不就這樣嗎 不喜歡的自己睡覺就好了 不用批評我 知道嗎 老師玻璃心 好啦來講一下愛情 老師年輕的時候的愛情觀呢 就是會想要每天都黏在一起啊 看到這個人會怦然心動啊 朝思暮想啊 這跟眾喜差不多 吃飯啊 拉屎啊 做什麼都想到他 真的開始交往之後 在一起久了呢 衝突就會出現嘛 就會開始有許多的不諒解啊 不自由啊 不明白啊 在關係裡面出現 在等我大一點之後 我就喜歡上那種 可以在生活所事上幫我很多忙的人 比如說那個水費跟電費單 他就會自己拿去繳 然後看到我洗完啊 晾衣服啊 他會直接過來說 啊你別忙我來就可以了 像這樣子的小精靈的存在 我也是很喜歡的 但是日子一久呢 你會發現其實沒有人是真心喜歡做家事 那種人是真心喜歡做家事的 只是在他的認知裡面 做這些事呢 就代表他是個好人 好男人或是好女人 都可以你們自行代入 所以你真的是必須要花時間去跟他相處 才會知道 他做這些事情的動機是什麼 為什麼他會主動做這些事情 是一種討好的行為呢 還是他知道這是你真正的需要 滿足你這些需求 會讓你過得更好 或是讓你們過得更好 我覺得背後的動機比他做什麼 還要重要我 跟他交往久了之後呢 我會發現其實他根本不太清楚 他想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 這些事情是不是他真心想做的 他也不太明白 只是他被教育的 或是被社會的價值觀影響的 覺得如果是一個好男朋友 做這些事是必要的 當你深入去了解的時候會發現 他跟你想像的不太一樣 或是他並沒有說出他真正的感受 他可能怕說出來 比較壓抑 或者是他被訓練的不能說出真正的感受 他必須非常陽光 非常溫柔 必須吸收自己的負面情緒 當他在表達自己的想法的時候 會考慮再三 不會那麼的明確 也不敢直接的講出來 那我這個人其實是比較誠實智商的 這樣很溫柔是一件非常好的優點 真的是是優點 差在傷口上的 沒有啦 就是事實上優點沒錯 但我寧願你老實說出你的想法 儘管把事實說出來會很傷人 但是我是個大女孩了 我可以承受得住這種直接的說法 那就是說挑伴侶啊就會很像 然後女生的話就是你跟你父親的關係 或是你跟你的哥哥啊弟弟的關係很像 那男生的話就會跟你在家裡面 跟哪些女性相處的關係很像 你會自己去投射然後找那個對象 像我就是生活上的話 當然就是會找很像爸爸的對象 不能說真的很像爸爸 只是有時候仔細想想那個碎唸的方式啊 跟有一些價值上好像真的是有點像 或者是我也會喜歡像玩伴一樣的男孩子 就有點像我跟我弟弟相處 或者是我們家族的男性就是 表弟堂弟居度 像玩伴一樣的男孩子就是 你從早上一睜開眼睛開始 到晚上睡前想的都是 喔我好想跟他一起玩喔 我想跟他一起做這個 想跟他一起做那個 什麼事都想到他 然後聊天啊吃飯啊做什麼都好開心 都很像你小時候最喜歡的朋友那樣 你每天就是只想跟他在一起玩殺時間 但是相處久了之後呢 我就會認知到我們其實都很逃避長大 跟逃避現實的問題 所有嚴肅的話題我們都無法真正的討論 那只有在情緒出現的時候 我們會給彼此一個很溫暖的安慰 但是沒有任何實際的用途 沒辦法幫我們的關係 或是我們彼此的在人生的路上 能夠進步 現在的我呢 帥哥大女孩很大 現在的我呢 對愛情其實不會有那麼大的憧憬 並不代表說我不太相信愛情啊或什麼 而是有點類似 我不把愛情這個東西這麼的神話 像我之前有約會過一個男孩子 我們見面曖昧啊約會啊過了幾個禮拜之後呢 他用了很長的一段時間來告訴我 我覺得我們還是不要維持這樣的關係吧 因為呢我覺得我現在 在課業啊工作啊都很繁忙啊 然後可能我沒有 這麼喜歡現在的自己啊等等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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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花了一點時間 來告訴我他的想法 然後我覺得他已經很用心了耶 很有勇氣的面對我 好我面對面的說出這些內心的話 我聽他說完之後就說 好啊OK啊如果你覺得這樣子比較好的話 他反而有點嚇到 他覺得蛤就這樣 你都沒有表現難過 你就說好OK 那是不是就代表你沒有那麼喜歡我 這時候我才覺得有點嚇到 我覺得我蠻讚賞男生 應該說蠻讚賞 所以我會想不論任何人 再要離開一段關係 或是說我們沒有辦法 再維持那麼親密的情誼 是面對面的找人談的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歡面對衝突嘛 甚至我有時候都直接封鎖就拜拜 我連什麼理由都不會講 那如果他願意面對面的找我 把事情講清楚 也構思過了他的邏輯 他想要的未來 然後這未來裡面呢 可能不會有我 並且找我說出這些話 對我而言是 我相對的很珍惜他的真心 跟他的勇氣 所以如果他可以知道他人生中想要什麼 對我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他也不會浪費我的時間 而且我知道他的想法 我有一個很明確的答案 只是對他而言會覺得 你是不是沒有那麼喜歡我 所以你才那麼立刻說OK 那就照你說得住 我覺得不是這樣 因為過了六七年之後 我們還是好朋友啊 我們還是會見面吃飯啊 聊他最近的情況啊等等的 所以如果我當時是一個 蛤你不跟我見面了 我就立刻生氣 會哭啊鬧啊 你就覺得我是一個超愛你的女孩嗎 但是我哭啊鬧之後 再也不跟你當朋友 也不會跟你聯絡了 還要把你封鎖 跟我說好 只要你想清楚你的人生要什麼 我會繼續關心你 保持距離 繼續當你的朋友 你需要我的時候還是會聽你 講一講心事 但是我們不會有過多的接觸 也許我們會一直當朋友到八十歲 你覺得這樣子對你來說 哪一個才是真正的喜歡呢 我覺得愛情真的就被大家神話了 尤其是電視劇啊像韓劇就會有一個 愛情出現得很突然 突然一泡一個魅眼就覺得你好像愛上他了 當然愛也可以是利益交換囉 我喜歡找聽話的 我喜歡找有主見的 我喜歡找漂亮的 我喜歡找家事背景好的 大家都有權利去尋找你自己想要相處的對象 這沒有真的對或錯而言 只要你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你知道你的幸福是有什麼堆砌而成的 當然你也有權利去改變你的喜好 每個人都會變 昨天的我跟今天我也不可能一模一樣 但是大規則或大方向上可能是不會差太遠 當然如果我每天都變一點點的話 十年後我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喜好也不一定喔 所以關係是需要兩個人一直去維持 在時間上一直維持有一點像拔河一樣 你要維持一個剛好的平衡感 這樣子一直走下去的 如果我很少會有吃醋或是忌妒的感受 我其實會相當珍惜當我有這種感受的時候 但是我有如果有時候有一點小吃醋 我就會開始有點開心 就會想哇賽原來我也有這種時候 就表示原來我也很在乎這個人耶 哇這個好熱血喔 聽起來好像80歲一樣 我真的是很少吃醋或忌妒 我覺得讓對方他感受良好 有別人喜歡 每個人都喜歡被捧誰不喜歡呢 他的人生值得被捧啊值得被開心啊對不對 對那我想說的是 有些人呢如果沒有用你期待的方式去愛你 並不代表他不愛你 頂多只能代表他讓你不夠滿意 但是有些人呢用你所期待的方式來愛你 並不代表他就夠愛你了喔 頂多只能代表他很中你的胃口 這兩個還是要分清楚喔 以前呢我高中的時候有一個很明智的數學老師 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我們以前就很流行穿情侶鞋 就一樣的球鞋啊一樣的 你知道一樣的款式 代表他們在一起這樣 他常常就是以教會的方式對我們說 穿一樣的鞋代表什麼 頂多只能代表你們兩個智商一樣啊 喔我沒有貶意 沒有貶意我知道現在大家很喜歡穿情侶衣 情侶鞋 只是那時候老師這樣對我們講 我就覺得喔很有道理 應該會去特意追求這樣的事情 是我本身就比較低調 不喜歡高調的人 我反而覺得越高調 越想要去證明你們有多愛 越想要讓別人知道你們在一起 反向的表現內心的不安全感 那我的不安全感是在別的地方 我不會用這方式表現出來 接下來講重點好了 我覺得對我本人而言 如果在困難出現的時候 願意跟我肩並肩的 把這件事情處理好 願意把手弄髒 跟你一起作戰 把困難處理掉 那我覺得就夠了 對我來說 就是適合我的 前面那些什麼有心動啊 有愛啊 有那個浪漫的時刻是要嗎 但我覺得這種時刻 維持個兩年差不多吧 後面你就只能回想 甜蜜時刻 後面你要做的 真的都是現實 柴米油鹽這樣出差的事情 他願意在每一樣小困難 大困難前呢 都跟你一起把手弄髒 一起處理 一起修理 一起解決 而不是說 這是你們女人該做的 這是你們男人該做的 就殺手不管 跑去旁邊納涼的 這個我就沒辦法 我喜歡一起把事情做好 不是幫我把所有事情處理完 也不是擋在我面前不讓我受傷 而是跟我一起做 就好像我以前會去男生家打電動 他們說 欸你到我家來打電動 好啊打電動 大部分呢 他們就是打給我看 打給我看是什麼意思 不是要跟我一起玩嗎 我勒 我勒 打電動不是要一起打嗎 我不懂打給我看什麼意思 就是要我說你好棒你好會打嗎 對不起喔 像是一起煮飯也是啊 要不然就是你煮給我吃 或我煮給你吃 一起呢就是分工合作做完 我覺得我並不要求別人要很有錢 很有勢力 很有名氣 人生就是要一起打拼 才有意義嗎 這是我們一起累積下來的公公為業 只有你累積或是只有我累積 我都不那麼喜歡 我比較難搞 我比較難搞 不是幫我善後呢 也不是把所有事情都處理完 而是跟我一起去享受這份喜悅 享受這份難處 一起去享受人生的經歷 那不用安慰我也不用可憐我 而是可以同理我的感受 陪伴在我身旁 他部分的人其實都不幾個 光同理這部分就是很難很難達到啦 大家要試著去同理別人喔 同理並不代表說 你好像一定要替他做什麼 你可以去了解說 我現在懂你的感受 哇你今天一定過得很辛苦吧 那如果是我可能會想要吃點甜的啊 或是一起看看電視啊 聊聊八卦啊 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而不是你刻意的要給他一個超級大的安慰 超浪漫的舉動 真的不需要 從你這件事情不只需要你的人生歷練夠 經驗夠 你還要有跟人夠多相處的經驗 還要有替人著想的這個天賦 我覺得才有辦法 如果你很愛 比較愛表達自己的想法 不喜歡被人家搶走麥克風 搶走你主場的位置 或是你比較喜歡受到別人的服務的話 他就比較難同理別人 你的對象對我來說相處上就會 非常的累 就會非常的累 如果你是很喜歡一直捧一個人 把光環都套在他身上的 當然這是不同的狀況 只是對我而言會覺得很累 我覺得兩個人相處呢 是一個人會有主Key 一個人是配角 一定是這樣 但偶爾是要互換的 如果沒有那個互換的時間 我會覺得不好玩 就像打電動一樣 兩個人一起玩雙打 有時候是你走前面 有時候是我走前面 這樣子互相玩互相平衡 才可以玩到最後 兩個都會有成就感嗎 如果一直都是一個人當主Key 另外一個一定會有爆發的時候 只要玩而已 70歲80歲也是可以離婚的好嗎 大家會有爭吵啊 或者是兩個人在一起不協調的時候 我覺得很多時候是 你沒有抓到別人的需求 這就好像你客戶需求是什麼 就好像我家失火 但你丟一大車零食給我 什麼意思 沒錯我有可能會 但我現在我家失火 需要的是水啊 你必須先知道 這個人的需求是什麼 給他他需要的東西 用他需要的方式去愛他 而不是你能給的方式去愛他 無論是你跟朋友相處 跟家人相處 跟當然在愛情上也是 無論是跟誰相處 你都要知道他現在的需求是什麼 給他需求的東西 如果別人已經跟你說他需要什麼了 你還聽不懂 或者是他用草的 可是你沒有辦法去理解他背後的意義 那你可能就要自己再鍛鍊一下了 這是人生必經的過程 如果要成長就可以 你就是賊讀懂別人的心意 沒辦法你只要買一根魔杖 連線魔法吧 有時候呢 問對問題也比答案本身還重要 當你要問別人你喜歡什麼 你需要什麼跟某些事情期待怎樣處理 怎樣偏好的時候 問對問題永遠比答案更重要 有時候你尋求那唯一的答案 他並不存在 而是你想問的你想知道的目的性是什麼 這個很重要喔 大家好好的想想看 你的目的性的出發點 你的跟對方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然後通常大家在關係裡面一定會吵架嗎 在吵架裡面其實我不太在乎輸贏 我會覺得都給你贏啊 你這麼愛贏都給你贏 我不在乎輸 我一直都當輸家也無所謂 玩遊戲也是桌遊也是什麼都是 贏當然很好 但是輸就輸啊 我每次輸的時候心裡就在想 你知道我為什麼輸嗎 因為我讓你啊 我根本沒有把你當對手啊 你知道為什麼我聽你話嗎 因為我讓你啊 你覺得好就好 你覺得對就對 你想要怎樣做就怎樣做 我根本不想要跟你解釋我想什麼 我只要聽你說 為什麼想這樣做那麼好 那就做吧 我不在乎 我早就已經預期了這件事會失敗 但是我還陪你走一回 因為這是我想要的地鏈 我不在乎輸跟結果 而是這整個過程 我可以完全的看清楚 你遇到事情怎麼處理 你會不會溝通跟你事實上 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怎麼樣的基礎 你的那個核心是什麼 這才是我想要的 而不是這件事本身的結果 所以你們知道 各位同學們 你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我最想要的就是看清楚一個人的真面目 在這些所作所為中 你可能會覺得我想要知道事情的結果 我想要這些發展很好 我想要這個我想要那個 我最想要看清的就是人的真面目了 尤其是我身邊的人 唉唷 聽起來好可怕 OK 繼續 繼續 我覺得我不太在乎結果 而是重視過程 是因為我有我的優點 我的優點是 無論我現在是在山頂上 還是在谷底 我都能夠吹風納涼 無所謂我是受苦還是開心 只要不要煩我 給我親近的生活 我其實都無所謂 但是如果你一直煩我 一直囉嗦我 一直插手進入我自己本身 獨立個體可以處理 或者是我應該要掌控的事情 那我就會把你提出我的生活 比如說你想要控制我的思想 你想控制我的價值 你想要扭曲告訴我 我的想法不對 你的才對的時候 我會聽 但是我完全不會認同 我的想法是不會被動搖的 如果你的想法有價值 我一定會吸收 無論你怎麼講 你只講一句話我也會吸收 但你的想法對我來說沒有價值 你講一萬句 我都不會動搖 我覺得本身呢 我在愛情商的終極觀念是 兩個人一定要有平衡 不一定是平等 但是一定要平衡 長期的平衡狀態 而不是你永遠都要在一條線上 是有時候你高有時候你低 有時候你高有時候你低 這樣才是好玩的一種拉扯跟拉鋸 沒有這樣的關係 我覺得會相對有點無趣 我啦我啦 但是沒有什麼好與不好 只是我覺得這樣子比較長久 無論你是用什麼方式去平衡這樣的關係 還有一點最重要的就是 你不能什麼都要 很多人說 我想要工作好 我想要孩子 我想要他對我好 他對我溫柔 我要他的男子膝蓋 我要他負責任 我要他又有錢 我要他又這個 我要他像那個韓國我爸一樣講話 我要他像這裡 我要他什麼的 你對你的女朋友或男朋友 老公或老婆 無論什麼 你對你的另外一半 你對你的人生 你不可能什麼都要 有些人有了工作 自由 不用到辦公室 可是他有時差問題 他會說要是沒有時差就好 雖然我現在可以出國工作沒錯 但是我可以選我在哪裡工作沒錯 但我還是希望我可以按照當地的時間 你真的不能什麼都要 我希望我去台南可以吃便所的美食 但是不會發胖 真的不可能什麼都要 有時候我們在愛情裡面 在關係裡面的不滿足 都來自於你有錯誤的期待 當你對這件事情沒有錯誤的期待 當你跟另外一個人 或是群體裡面的人 我們的期待目的是 同一個方向的時候 結局就會比較好一點 就算中間有衝突 有難關 也會比較甘願一點 也會比較好受一點 如果無論怎樣都會有問題或困難的話 因為我們是往同一個方向走 問題或困難中間解決 目的地相同的話 比較開心嘛 比較舒服嘛 那我們如果方向完全不同 南遠北側還硬要牽扯在一起 哇那最後就是治理破碎 當然這也是一種人生體驗 並不批判 並不批判 你想要什麼樣的體驗 由你自己去決定 無論在愛情上 還是生活上 人生上 生命裡 都是喔 如果你 很free 你也可以生命給你什麼 你就接受什麼 但是一樣 愛你所選 選你所愛 你選了就不要在那邊 雞雞歪歪 知道嗎 在雞雞歪歪 直接分開就好 選別條路 好啦 今天就講到這裡 嘴巴好好咳 終於聲音有好一點了吧 下課 不盡理解散